今天的这款高干胚前面类似的有做过好几次 虽然做法看起来大同小异 但是配比不一样 它的味道和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些是一会儿要用到的配料 先将红糖加温水融化 然后红枣剪成小颗粒 熟到核桃碾碾 再糯米粉扎米粉加红糖水混合均匀 跟前几次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粉的配比 这一次糯米粉的占比会更多一点 混合均匀之后再将粉的颗粒搓散 搓到像视频里面看到的一样 一握能成团 然后稍微一按就能完全松散 然后过筛一次 过筛好的米粉再平铺进蒸笼 切割成方块之后 再铺上前面准备好的配料 然后水沸后上锅 蒸到上面冒蒸汽了 再盖盖蒸25分钟 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哦 糯米粉多一点蒸好了之后 看着就更黏糯一点 喜欢甜一点的话 可以再撒一点桂花糖 因为红糖它不是很甜 非常可甜 然后再加上icky碗 然后再加上锅 然后再加上锅 declare似的 感谢观看